奇幻電影《愛麗絲與夢幻島》 有好萊塢影星安傑莉娜 球莉丹綱 電影故事以童話 彼得潘和《愛麗絲夢遊仙境》為題材 描述一對兄妹逃避失去手足的傷痛 分別踏入了夢幻島及仙境世界 也因此在魔幻的世界中 找到勇氣與力量 他們為了挽救面臨拓散的家庭 前往倫敦展開一連串的冒險 全球影視產業在武漢肺炎疫情蔓延下大受衝擊 許多電影的製作被迫停止 西班牙電影摘在瘟疫蔓延時 就在受到諸多限制的狀態下 創作出以疫情時代為背景的電影 電影找來西班牙的五位大導演 透過視訊指導五足演員 演員也在同時擔任美術 攝影等工作 如此創意發想 也為疫情下艱困的電影創作 找到另類警方 好萊塢驚悚喜劇 換人殺侃侃 大丸交換靈魂梗 正知17歲的美國高中生 被惡名昭彰的恐怖連環殺手盯上 正當生命面臨危機之時 一股神秘的力量將兩人靈魂互換 混在少女體內的殺手 藉此計劃在校園中打開殺戒 而外在變成大叔的女孩 則要和她的死黨聯手擺脫詛咒 收拾這場悲劇 喜劇《我的媽媽開gay bar》聚焦同志議題 描述思想保守的媽媽在兒子過世後 接下兒子經營的變裝俱樂部 她從保守的德州搬到 炫難奔放的舊金山 拯救面臨倒閉的俱樂部 也慢慢瞭解兒子這些年的生活 在喧鬧充滿活力的新環境中 她開始為自己的生活找尋新的意義 中央社綜合報導